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这个影片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好好地来赞助 然后让这个电影能够大放一彩 其实生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苦贵的 因为人这一辈子只能够来过这一趟 所以应该在你自己现在的目前 应该要真的去珍惜你的生命 注重你的健康 对于生命也是一样 是要一种很尊重很重视 应该要一个很高度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对于生命的这样子的重视 当我看到一部的电影 让我觉得就是说 人一辈子生命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地可贵 一定要珍惜它 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人只能来过这一趟 是好是坏都不知道 但是唯独你一定要对生命的热忱 你才能够活出真正生命的价值 能够得到更高的一个光彩 一家人啊 哪有隔夜仇的 有些鬼子错过了就追不回了 用电影带出企业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于我来说是很吸引我 我在工作中 最深刻的就是生命生死 这一部分 所以我想跟癌症有关系 跟生命跟生死有关系 跟所谓的好好告别 陪伴珍惜 都有一点 确定这个电影的内容情节 理念来讲就是陪伴 那我们最珍惜的就是生命 我们能够走什么样的过程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 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景也好 画面也好 都非常值得珍惜 都非常值得珍惜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